红海呢在今年是延续往年的尾牙公寓峰 举办慈善嘉年华 其中的重头戏就是抽股票了 而最大奖上看200张红海股票 如果是以封关前的股价计算的话 这一中奖身家马上变成了上千万 至少我最深持的谢意跟敬意 谢谢你们 虽然照迪温实际度 但郭董医生短秀被新出席集团尾牙 展现活力 这回还特别请来半年以上 没有公开主持的综艺大哥张飞前来助阵 红海伟牙大场面 超过两万五千名员工来参与 甚至包下整个台大体育馆 累秀上的周边场地 要举办大型的园游会 以慈善为主题 要热闹的办园游会 可惜天宫不作美 这绵绵细雨下个不停 让园游会场地只好搭起大棚子 变成了室内园游会 外面比较难一点 但是现场比较热 比较温暖 喜欢要办园啊 还不错 就是做公益嘛 还是喜欢大家坐下来围炉吃东西 做公益比较好 每位员工五百元的礼券 犒赏一下辛苦 只是小甜头 尾牙最大奖 可是高达两百张的鸿海股票 得将整瞬间身价 立刻飙升千万元 爱情自己在这边 小北五号管在这里 现场参与外包的员工 就超过三百人 大手比大场面 就希望让蛇年的集团 浴室大打气 中天新闻联系张哲禄 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